安乐区竹城北海道与玉花园社区出入口 发生机车和轿车碰撞事故 造成了一人受伤 那天是乡行车嘛 那现在是一般的货车 光是现在一般货车 我现在都看不到那边啊 大家可以在这边假装一下 根本就看不到车 回想到事故 民众心有余悸 居民说车辆从社区车道出来右转 往往视线会被路旁违规车辆挡住 加上道路四下坡路段 反应若慢一点就容易发生车祸 头尾 我们这个路边头尾这边的 就是两边有都会停车 让我们出入口啊 车道出入口看不到旁边的来车 居民联合乡议员郑凯玲反应 建议将红线禁停线延长 另外两个社区出入口网状线已经模糊 希望能够重新机会 上星期在我们竹城北海道 跟御花园中间我们的那个车道出入口的地方 不小心有了一个车祸小碰撞 所以今天特地来会看 希望说我们在我们车道出入口的旁边的红线能够拉长 所以在这边还有我们重新绘制这个潮滑线 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住户在车道出入口的两侧 千万不要停车 这个是市分局将会加强取缔的 以上也希望说大家在行车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 车祸事故路段正好是两社区车库出入口 车辆进出频繁 基于安全考量 将请警察局针对入口违规停车加强取缔 避免类似车祸意外再发生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